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直接的关联 喜欢看这种八卦 三色星 演艺圈的什么的 这也跟我们前一阵子的所谓的性骚扰政坛的很多案件也有相关联 不过很抱歉 各位听到这个题目 从朱学和那一件开始我就没有谈了 所以呢 今天黄纸焦这个我也不打算谈 我也特别感谢TVBS 刚刚他们这个新闻大白话 第一段在谈黄纸焦的时候呢 让我跟黄伟翰在外面休息 他们不要我谈 那我是求之不得 那我们就在外面让这个麦哥 麦肉鱼 这是我们演艺记者的这个演剧记者的前辈 让麦哥去谈 好 那最后我是跟黄伟翰开玩笑 就是因为够熟才敢开玩笑 不熟的我是不会开玩笑 就听到伟翰兄这个 非常认真的在帮柯文哲解释这个钓鱼台的事情 这个我也是这个 好 没关系 阿姿给我那个全萤幕 来 我们来直接这个切入重点 我们阿姿已经这个健康回归了 好 那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TVBS的民调 那这个图啊是我拜托朋友帮我做的 因为我不会做 很抱歉 这树叶有专攻 虽然电动打得很多 但是要做这个土包给难倒了 那这个数字上面 这个我中午播的时候荣获有错误 这个请大家这个原谅包含 那这个是正确版本的数字 我们看到TVBS民调 在6月16座的民调 他昨天公布 这个在我看的TVBS没有这么多年 我没有看过他礼拜天公布民调的 never 这个昨天是第一次 他做什么礼拜天公布民调 这个我实在是百思不解了 当然这个也超出我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礼拜天公布 我看了这么多年 他没有礼拜天在公布民调的 没有关系 那他喜欢礼拜天公布我也没办法了 那针对2024总统大选呢 他已经这是第四次的民调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从这个时间走 那当然你能够看到画面是最好 那你如果能够用手机平板或是电脑呢 这个配合广播同步来收听 收看我们节目啊 特别的感谢 但是呢 我们是非碟联播网啊 非碟广播电台 针对这个广播才是我们的这个 衣食父母 网路的朋友也非常感谢 但是我也要以我们广播为主 所以呢 容委用口头报告一下 他四个时间点 第一个 第一次做是1月16 今年的1月16 第二次是3月3号 第三次是5月18 那就是国民党征召5月17的第二天 5月18号 那第四次呢 就是最近这次6月16 那1月16 3月3号 5月18 6月16 所以前面两次的间隔是两个月 那5月18到6月16间隔是一个月 那我个人私心是非常希望这个 这个TVBS能够在7月23国民党全代会之前呢 再做一次民调 这个 这是我的 我的 我的期待啦 因为 我又不是TVBS的老板 我哪能决定这个 那作为一个这个评论员 然后呢 这个长期在监看T台的民调 我真的希望他在全代会之前 能再做一次 好 那什么原因呢 容我后面在这个跟大家说明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次民调结果有很大的变化 那侯友宜从5月18的30% 这个暴跌7% 这个侯友宜掉到剩23% 好 这个 对 这我们换第二标 然后柯文哲的民调是暴增10% 柯文哲从这个 这个他之前在5月18的时候是23 这次直接变成33 好 这是侯友宜往下7% 柯文哲往上10% 这一来一回就是17% 好 所以呢 在5月18的时候 这个侯友宜是30% 柯文哲是23 这个颠倒了 现在是 本来是侯友宜领先7%的 但是因为这个 逆转的是7% 一来一往 所以现在是柯文哲33 侯友宜剩下23 他变成是他领先的侯友宜10%之多 这个一来一往很可怕 本来是侯友宜赢柯文哲7% 现在是柯文哲引后于10% 一个月的时间 好吧 所以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 这个是很大的民调的变化 那赖清德的部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赖清德的民调 因为他长期来看赖清德的民调 来 我给他看这个赖清德民调的这个数字 好 那来我看这个 不好意思 赖清德上次是27 这一次微幅的增加3% 那你要怎么解读 这一个月来民进党出了这么多的状况 赖清德还多3% 民进党不是一堆me too吗 然后林非凡退选 李正浩退选 然后鸡排妹的风波 然后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一堆叉叉 离子的离子被me too的me too 这连赖清德昨天 赖清德自己讲说 因为昨天公布这民调 赖清德被文档 赖清德说 我们民进党现在是逆风 你逆风还增加3% 你逆风还增加3% 那如果你顺风还得了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数字很奇怪 赖清德从27变30 赖清德增加3% 柯P是从23变成33 柯P增加10% 那侯友宜是从30%变成23 唯一下降的是侯友宜 侯友宜从第一名变成第三名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5月18的时候 侯友宜是30% 侯友宜第一名 赖清德27 赖清德第二名 那柯文哲 5月18的时候是23 在5月的时候 侯友宜30 赖清德27 然后柯P是23 经过一个月的变化呢 柯文哲33 赖清德30 侯友宜23 侯友宜从第一名变成第三名 柯P从这个第三名变第一名 那赖清德从27 微幅增加到30% 赖清德还是维持第二名 那赖清德跟柯P的差距只有3% 这个在我们民调来讲 是在标准的误差范围之内 那侯友宜剩下23% 这就这个民调的数字来讲话 他已经被柯文哲跟赖清德拉开了 拉开了被拉开了 因为他输赖清德都输到7%了 那输给柯文哲输到10%之多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TVBS最新的名 所以各位听见没有 我个人不重要 因为我跟各位解释过 就是说我只看T台的民调 我不要再浪费时间解释 我为什么只看T台民调 我是有我的原因跟苦衷的 因为我以前都讲过了 我就不重播了 那T台的民调做出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呢 我再把时间走再拉长一点 他1月16的时候 第一次做的时候 侯友宜是34 3月3号的时候 侯友宜变32 掉了2% 到了5月18 侯友宜剩30% 34 32 30% 所以他前面两次各掉了2% 那这一次直接掉到掉7% 从30%变成23% 换句话说 T台在第一次1月做总统大选民调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侯友宜是第一名 第二次他也是第一名 第三次他还是第一名 到了这一次他变成第三名了 那第一次的民调 他是34% 遥遥领先 科匹也领先戴清德 在1月的时候 那他现在剩23% 所以呢 在这5个月 1月16到这个6月16 我们算他5个月 在这5个月的期间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掉了 11%之多 11% 那我这边插播一下 有一些外行的朋友 我比较遗憾 这个 各位同学 这样子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譬如说 前几天 这个林传媒 他们不是有做什么网路调查吗 或者其他 像美丽岛电子报 他们做调查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民调方式 所以你拿他的数字 跟替代的数字比 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大家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像联合新闻网 把林传媒跟美丽岛 还有TVBS混在一起 做趋势图 我一看就知道 联合新闻网这个小编 是完全对民调没干 因为是不同的民调单位 不同的调查方法 你这样子比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甚至于林传媒 我一直在讲 那个是网路调查 那个不是民意调查 那TVBS他比较特殊的地方 是他花了很多钱才做 他做的是双底册 也就是说他民调的受访者呢 有一半是打室内电话 有一半是打手机的 那这个成本是比 全部都打四话要高出很多了 他是双底册 那TVBS他做民调 做很多年了 他固定的做 所以呢 你把替代的民调 跟美丽岛方拆起 看你就是个250 基本上就是外行人 才会这样比 那美丽岛电子报 他自己做的 要跟他自己做的比 因为每一个民调 他的抽样母体 他的调查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像今天早上江启臣 又开记者会 我也不想再骂江启臣 因为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他成立一个莫名其妙的基金会 每次发布那个什么叫民调 没有人用Facebook的问卷 做民调的 那个不叫民调啊 民意调查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东西 他有他特殊的定义 跟特殊的这个 不是说 随便弄一个就叫民调 那笑死人了 没有人在用脸书 用问卷在做民调 没有这种民调 好不好 所以我只看T台的民调 那T台的民调呢 还有这个相关这个 这个交叉分析的部分 我们待会广告回来 再跟大家讲 好反正就是 柯文哲变第一 后语变第三 一个月之内啊 来回17% 备点晚餐 我是陈辉文 我中午直播的时候 遇到这个 数位蒙面的网友啊 来捧场 欢歌 你今天谈这个民调 语气低落 心情不好 这我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赖清德当选 我也得过日子啊 对不对 那柯文哲当选 我就离开台湾了 这里不见得是坏事啊 那侯友于当选 我就升官发财嘛 也没有啊 我没有什么这个 好高兴或是什么 我只是看我们每次这样的选举 然后看我们社会氛围这样的变化 我很感慨而已啦 我今天中午才帮我们的老朋友周六淑琴痛骂一顿 他说看到民调差点心脏病发 我就真正气不好 我就把他骂了一顿 你看这民调有什么好心脏病发 这没什么好 今天晚上周六淑琴要坐飞机出国了 实在太好了 这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你因为这个民调数字而生气或什么的 就太不值得了 好不好 没有什么好心脏病发的 也没有什么好难过或开心的 这不就是一个民调吗 对不对 好不好 各位好朋友不要这样 我们要做到笑看2020 我当然知道很难 但我安慰周六淑琴的是说 我们做错的什么 是你害侯友宜第三名 还是我害侯友宜第三名 没有啊 我也想尽办法帮侯友宜澄清说明 当然我也有批评他 该帮他澄清的帮他澄清 该帮他说明的帮他说明 那他民调第三名不是我害的 我不是猪队友啊 不能怪我啊 对不对 那周六淑琴你也不是猪队友 他民调第三名又不是我们害的 又不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要难过难过个傻子 好不好各位好朋友 千万不要难过也 柯P的支持者也没什么好开心的 待会我最后会提到柯P 他又不是第一次民调第一名 你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啦 好不好他真的当选了你再替他开心 都还来得及 好不好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 民调齐齐嚕嚕 在2020大选 2019年6月 因为现在是6月嘛 对不对 2019年6月的时候 民调摇摇领先的人是韩国瑜啊 可是最后韩国瑜有当选吗 2019年的6月你去查 没有人是韩国瑜的对手 Nobody Not even close 连接近都没有 他是独走的 2019年6月的时候 韩流是 这个兵抢马撞的时候 他最后有当选吗 没有 他不是赢一次啊 他是连续赢了好几十个民调 他都第一名 他最后还是没有云 好不好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开心 也没什么好难过 好不好 这有什么 那个说 昏兄你那心情不好 我每天心情都不好啊 你什么时候看我心情好过 阿智跟我合作这么久的 阿智什么时候看我心情好过 我和我们建装是同样的 我这拍妹的心情没好过 我讲真的是这样子 你每个人的家庭成长环境不一样 对不对 你说像我这种单亲家庭长大的 你说我心情会好吗 我从小就觉得我 不努力不行 因为从小就没爸爸 那怎么办 我三岁多的时候我爸就走了 靠我妈把我们三个小孩拉巴掌 你说我心情会好 我要好什么 建宗也是一样 我们好朋友 你说我们这种拍妹 那马英九当选 我投给马英九 马英九当选了 我还是坐在这里啊 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 我就是非碟的主持人啊 我支持的人当选了 我也没怎么样啊 那蔡总统当选两次 我都没投给他 我也没怎么样啊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心情是什么 为什么我把周六书情痛骂一顿 就说没有必要啦 当他在聊天室打说他心脏病发的时候 我很想ban他 你看这民调有什么心脏病发的 不要这样子 因为还会有很多民调 这个在距离大选还有半年的时间 他还有很多的民调会出龙 有的是要带风向的 有的是值得研究的 像T台这个值得研究的 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分析 好 那个侯以当是内外交迫 我们看到新北幼儿园的事情 这个民进党就是 卯足的劲在修理他 这个中午还有网友说 民进党在打磕 这个月我都不晓得 民进党在打什么磕 这个月民进党在打猴 哪有人在打磕 磕没什么人在谈啊 即便磕在日本搞了一些 有的没有的也没什么人在谈 我谈磕文哲只谈一点点 这个侯以他新北幼儿园 那个处理的是真的不好 那民进党是府院党都打他嘛 这当然要打他 甚至有些人是故意跳过新北市政府 去找卫福部 卫福部也配合演出 你看王碧胜那个叉叉 这干你什么事呢 你干你什么 真的是民进党是很认真在打猴 民进党这一个月打猴的力道呢 我没有跟你夸张 就是十分之一啦 他就用十分的 十分之一的 就是当年他修理韩国瑜的 十分之一的力度在打猴 猴就快被打趴了 好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柯文哲把蓝军的票给吸走了 这个你看 侯仪掉7%吗 侯仪掉7% 柯文哲增加了10% 这一来一往就17%啦 好 所以侯仪掉的7%跑去哪里 我觉得侯仪掉的7% 跑去赖清德的可能性比较低 好 恐怕是跑去柯文哲的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好 那之前不是一直讲说蓝白河吗 就是这个国民党讲的 这个第三阶段的整合 会不会变成白痴蓝 这不是骂人啦 这是网友发明 这不是我发明的 叫做白把蓝吃掉 叫做白痴蓝 这没有骂人喔 那侯仪还选得下去吗 这待会我们会有 这个其他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以柯文哲 他现在第一名的话 蓝白河的可能性就比较 更不可能了 那我都第一名了 我还跟你合作立马好了 我都柯文哲都准备当选啦 对不对 反而国民党应该比较担心说 会不会被这个民进党啊 对不起 民众党 这个吃干妈净啦 好 那我们做节目的预告是晚上9点 在这个YT的这个 观点频道 我们来谈谈赖清德这个部分 我们放到 这个 这个 陈辉文时间 辉文看社会啦 对不起 辉文看社会 晚上9点我们再谈 那赖清德打这个小鹰牌 我播一段给大家听 就赖清德的信赖之友会 其实我觉得我对赖清德的这个 这个套路我比较 我来播哪一段比较好 他讲了很多 这个我觉得 我来播这个好了 来 对台湾这一段比较好 我提到那个跪下去的部分 我给大家听一下来 这个台语哦 帮不去就带人赖人评 就是帮不去就帮人赖人评 这个台语哦 帮不去就帮人赖人评 就是被卖了还帮人赖人票啊 被卖掉还帮人赖人票啊 他认为这个因为海峡论坛正在办 所以赖清德是直接直球对决就开开 开轰这个海峡论坛哦 被卖了还帮人赖人票啊 他前面讲说这个 靠他乎没跪下去 就说他的意思说这个 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 民进党并没有跪下 那我很想问代清德 那马英九有跪下吗 你说你说蔡总统没跪下 那马总统有跪下吗 我很想问代清德是 除了不承认九二共识之外 蔡英文跟马英九有什么不一样 我很想问赖清德啊 改天有机会 我们来问问看赖清德的发言人好了 这我真的也听不懂 我刚在T台最后一段本来讲这个了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 这个时间有限 就算那赖清德的部分呢 这个我们也不准备细谈 因为民调都还没谈完 这个赖清德的部分 我们到晚上九点 那个会问看社会在YT的观点频道 再请大家来捧场 我再播更完整的带子给大家 大家听 可是你看赖清德 他的这个路线跟底气是很足的 我某个程度而言 我欣赖赖清德的打法 什么意思 他的主张我当然是反对 可是各位听众朋友 我看赖清德的这个打法 我觉得很带劲耶 他的他的逻辑是什么就是 你们如果投给我 我就是蔡英文2.0 蔡总统这八年的路线我要继续啊 然后马云九那八年是错的 蔡英文这八年才是对的 你们投我赖清德 我要继续蔡总统这八年的路线 就整个选票的分众来讲 赖清德这个很漂亮啊 当然他的主张我是反对的 可是他完全把侯友宜跟柯文哲甩到旁边去 我不要你们啊 所以赖清德我们说选举就选举 赖清德这个打法对不对 很正确啊 很好 你认同民进党的 你认同蔡英文的 你喜欢抗中保台的 你的票都要投给我 而且你还要去帮我拉票 因为我们可能会输呢 那个极权主义好可怕 那个共产党好可怕 你要去帮我拉票 你要抖内给我 然后我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就是我当然了 我也必须从赖清德角度来讲 那你不走蔡英文路线 难道你要骂蔡英文吗 他非走 非继承蔡总统的路线不可 不管你谁代表民进党出来选 你一定要遵蔡嘛 你不可能去否定蔡英文这八年 你否定他这八年 你还选个叉叉 对不对 你们是同一档的啊 可是这个就是我一直对 何伟仪不满的地方 就是说 当赖清德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你应该谢谢赖清德啊 这是赖清德给你的礼物啊 赖清德在赏娘啊 赖清德都 赖清德我真心的是觉得 我真的觉得啦 我没有跟大家看 我觉得赖清德是在自觉坟墓耶 我在想赖清德你这样会赢吗 蔡总统在八年做的真的好吗 蔡总统的抗中保台这路线真的走得通吗 你怎么会把它当成 你怎么会把它当成是资产呢 你怎么会觉得蔡总统在八年的这个东西 是你的advantage呢 是你的优势 是你要得分的 是你要吸引选民的 赖清德你怎么底气这么足啊 我当然知道你不得不继承蔡总统的路线 可是难道大家被洗脑说 蔡总统在八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两岸和平世界大同 然后台湾这八年真的好棒棒 这这个故事讲得下去吗 这故事有人信吗 我想请问赖清德 那你们去年是怎么输的呢 今年没有反送中的你要怎么打呢 你怎么还打这张牌呢 你看赖清德到全国各线 他打同样的牌啊 赖总统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那四个坚持 两岸都互不隶属 什么赖清德再怎么讲到这些 九二共识 这个就跪下来了 九二共识主权就没了 就是郭正亮讲的 亮哥讲的 赖清德直接判九二共识死刑啊 我真的是蛮诧异赖清德这样 所以就我的角度来讲 我很欣赏他这样子 哇你 你真兄啊 他很敢选耶 我就是要走蔡英文的路线啊 不然你是怎么 不然你不要投给我 赖清德就是 讨厌蔡英文的都不要投给我 没关系 但是喜欢蔡英文的 你只能投给我 因为我才是蔡英文的传人啊 好 柯P跟侯友鱼都不是 柯P跟侯友鱼都是叉叉 只有我 赖清德 是蔡总统的这个接班人啊 难道赖清德就准备这样子赢了吗 好 我们来看这个大选哦 来来来 阿智我看我们换换哪个图好 我看一下 因为阿智今天刚回来 我有点这个 这个圈圈叉叉 给我那个 黄国昌跟那个柯P的那个 不对 不是那个图 没关系我们先回正常萤幕好了 好不好 因为那个柯P那个年轻人 那个我们放最后一段好了 好我们先正常萤幕好了 好就侯友鱼他把大选当成马拉松 我的看法跟侯市长不一样 我那个侯友鱼的赏位期限到7月23 很抱歉啊 这是我主观的看法了 那如果民调又是第三的话 后宜是不是应该之所进退啊 所以后宜兄 这个7月23剩下一个多月是啊 可是各位各位听听朋友 这个也是我刚才提起来没有讲的 柯文哲在一个月之内民调加10%嘛 对不对 刚不是讲给大家听了吗 他从23变33嘛 柯文哲在一个月之内 他民调往上拉10% 有没有 好有 好 那侯友鱼现在民调是23嘛 23%嘛 应该没错了 23%我看一下 23%没错 那柯文哲可以从23变成33 对不对 柯文哲上个月是23 现在变33嘛 柯文哲多10% 那侯友鱼现在也是23 侯友鱼可不可以往上拉1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马拉松啦 你嘛好了 明年1月13就要投票的谁跟你马拉松 所以呢 我认为侯友鱼的赏位期限是7月23 我觉得他还 现在不是换头的时候应该再给他拼一段时间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因为郭台铭 郭台铭他 郭台铭这个就是郭台铭的严重的误判 如果郭台铭在5月17 朱立伦征召侯友鱼之后 郭台铭全力的去帮侯友鱼站台 不管是5月17的中常会 或是5月20的这个 这个适时典礼 郭台铭都有出现 站在侯友鱼旁边喊团结 假设郭台铭有这么做 假设郭台铭没有找黄光琴放话 假设郭台铭这一个月是全力帮侯友鱼服选 如果侯友鱼民调还是第三侯友鱼要被换掉 那郭台铭就有机会了 我们凭良心讲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因为郭台铭在这一个月一直搞破坏 这个就是郭台铭的性格问题 找黄光琴诉苦 跟陈玉珍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郭台铭是故意把国民党的征召给他污名化 献朱立伦侯友鱼于不义 所以你才会觉得国民党的征召乌烟瘴气 谁造成的 黄光琴是一个放话的工具 幕后的淫无者就是郭台铭 都是郭台铭在闹的 所以侯友鱼的民调低 侯友鱼要负一定的责任 这没话讲 因为他是候选人 可是郭台铭的扯后腿 如果换侯的话 我必须讲 没有郭台铭的份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这个果冻之乱 2020-2020是接连的上演 这实在是没办法 你看这个郭台铭前一阵子跟柯文哲在进门看海 多恶心啊 这还有媒体报导说 郭台铭还要扩编他的团队 你在想什么 第一个 柯文哲现在尾巴翘起来 柯文哲是不会把总统的门票给 我都快当选了 我还把门票给你立马好了 所以 因为柯文哲民调第一名 郭台铭要找他合作是不可能的 我都快当选了 我跟你合作立马好了 第二个呢 我刚跟大家讲的 因为郭台铭的扯后腿 他这一次的扯后腿跟四年前不一样 四年前他恶劣的程度比侯友鱼恶劣一百倍 这一次的扯后腿 郭台铭是透过黄光琴的放话 把国民党的征召变成 把国民党变成八连党 很糟糕 你当初不是承诺说你要支持侯友鱼吗 你为什么跑去跟柯文哲勾勾勾搭搭呢 这个就是郭台铭 我跟各位讲 实际上有钱不见得有水准 郭台铭是最好的注解 所以假设侯友鱼之难而退 或是国民党不得不换侯友鱼 也轮不到郭台铭啦 你换郭台铭喔 这个反弹会更大 那应该换谁 或是侯友鱼该不会退 那是国民党跟侯友鱼自己要去决定的 如果他今天晚上在台大又吐谁 如果他全代会之前 民调还是一直都第三名 不换都不行啦 我讲实话 我不晓得侯友鱼在选什么 叫他坚持九二共识 他不要 叫他坚持反A津 他也不要 我不晓得你在选什么XX 你是在酸心体健康的 那你在选什么呢 我不晓得他在选什么 很像变成是 我也没有欠他 我才不要帮他辅选 你做得对 我帮你鼓掌 你被污蔑 我帮你澄清 但是你不坚持九二共识 你不坚持反黑金 我不会投给你 我干嘛投给你 你骂好了 好 那我觉得侯友鱼出 他自己的问题 在国民党的党公子 可不可以一个月不要去参加 我这写一个月是客气 绿媒的节目 绿媒我就不要再点名了 他们在讨论国民党的选情 都是在损侯友谊 那国民党的党公子去参加呢 我这样讲 比较这个 比较僭越 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些人 都不是A咖 你们的战力都很弱 我想请问绿媒的那些制作人 你们为什么不找徐晓星去呢 你们为什么不找谢龙介去呢 你为什么找一些 国民党我怎么看都是 二军三军水准的人去 他们能讲什么呢 他们去面对民进党的一军 根本毫无胜算 去都是挨打了 你插在那边当花瓶 又没什么效果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的党公子 那种节目 因为你辩护不了 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你不如就不要去 像陈玉珍这种的 我是特别的反对 请国民党的党公子 如果你要很公平的谈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是可以 可是绿媒的很多节目 我今天设定的题目 我就是要骂新北市的幼儿园 那你再怎么会讲 就算你派谢龙介徐晓星去 可能也没办法 因为我的题目 我就是要骂侯友宜 你跟我说 那慧文兄你去 我去我也讲不赢了 因为制作单位 他就不是要讨论题目 他就是要帮赖清德 他就是要骂侯友宜 他就是要骂新北市政府 那你要怎么谈呢 这样各位同学 你有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是要跟你讨论 我今天我节目的设定 就是我要修理国民党 我要骂侯友宜 那你要跟他谈什么 你要跟他谈什么 没什么好谈的 那你就不要去 因为你讲不赢了 如果是很公平 现场直播的 大家就是论事 那可以参加 如果他节目的设定 就是要修理侯友宜的 那你还去干嘛呢 好不好 那个认同我这一句的朋友呢 请帮我按赞一下 好不好 我们现场好朋友 拜托你按赞一下 那第二个呢 我希望国民党的党公子啊 像柯志恩 陈玉珍这一种的 可不可以请你们 不要再去批评 侯友宜的选情 尤其是柯志恩这种 就你对侯友宜的选情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批评 不是不可以 但是请你不要公开讲 可以吗 你找不到侯友宜吗 你们不是国民党党公子 你们没有管到跟他讲吗 那你为什么公开的谈呢 你看上个礼拜 罗志强演那一出 我都不晓得要讲什么 各位同学我这样讲 你有没有看到 民众党的人在批评柯文哲的 你有没有看到民进党的人 在批评赞清德的 我都没看到 是我新闻漏了吗 你有看到哪个民进党的 在骂赞清德 你把我捕捉 你哪个民众党的敢批评柯文哲 你活得不耐烦 好不好 请国民党党公子 你们不要再去绿媒了 你讲不赢了 请国民党党公子 不要再批评侯友宜的选情了 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你是很厉害吗 你对侯友宜有什么建议 或是有什么指教 你有很多管道可以跟他联系吗 你故意在媒体上嚷嚷是什么意思呢 不然你去选 你选总统 你选我看看 看一下 我们是评论员 你们不是 你们是国民党的党公子啊 你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很伤侯友宜 你不知道吗 他就已经选得很辛苦了 你还给他站 你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到底哪一党的啊 好不好 我拜托国民党的党公子 你们不要再耍宝了 够了啦 好 最近这几个人我也不要再点名了 那吵来 吵来吵来 今天游淑惠跟李德伟 你们两个是闲得没事做吗 你一句我一句的 你们是 国民党是赢了 现在是赢了就对了 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好吵的 我都搞不清楚 你们是政党轮替的吗 到底有什么 很无聊啦 那李德伟跟游淑惠 当然两个我都认识 那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在吵什么 无聊透顶 好 我们来看这个科P 来 这个交叉分析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一面倒 这个各位同学 我要公平 这个数字做出来 就是对科P 非常的有利 这个图是T台做的 做的还蛮漂亮的 T台的记者做的 这不是我做的 来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这完全一面倒 20到29 58% 30到39 55% 40到49 36% 科P在年轻族群 我们讲的年轻族群 应该是40岁以下 所以这个T台记者也是250 40到49都是中年 40岁以下才是青年 年轻人 这叉叉 没关系 那20到29 58% 30到39 55% 在这个交叉分析上面 这个科文哲是遥遥领先 侯友宜在20到29 12% 30到39 也是12% 侯友宜在年轻人 简直是崩盘 那科文哲都取得了 这个过半的领先 那这个我也不去批评年轻的朋友 因为谁没17 谁没18 那你们要支持科文哲 这也是 这个你们的自由 那像这个我图片上的 这个黄国昌 这个科P去接受馆长的专访 然后就提到说 让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大家就哇 因为黄国昌也自带流量 那馆长跟科P 也都是大型的网红 这不得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 黄国昌的话代 我就不给他 因为黄国昌 他说他要去扫荡 就是表示黄国昌 对法务部长这个工作的无知 可是呢 年轻人是不管这个的 他觉得黄国昌 国昌老师 黄国昌的粉丝比我多很多啊 哇黄国昌去当法务部长 黄国昌去打击黑金 黄国昌去扫荡 年轻人就高潮了 年轻人就对我要投科P 我要投黄国昌 我好想看黄国昌大 但是法务部长的职权是什么 他是不管的 他是无所谓的 他就是爽就好了 黄国昌 黄国昌他是支持Face的 黄国昌他以前是民间史改会的 他希望被处死刑 那你还要支持黄国昌吗 各位听众朋友不是说 我要去批评这些年轻人 你要支持科P可以啊 你要票头科P 我也不是因为你要票头科P而骂你 而是你到底了不了解 法务部长到底要做什么 那黄国昌他支持Face 我不是因为这样而骂他 我是说 如果你是反对Face的 那你还看到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你非常的认同 那错乱的就不是科P 也不是馆长 也不是黄国昌 错乱的是你啊 为什么 你连 圆的扁的你都搞不清楚 你就在跟他一起 你是在一起 他的 他的 理念跟你是相反的 你还支持他 有问题的是你不是黄国昌 黄国昌他是支持Face的 你还支持黄国昌吗 那柯文哲 赖清德 赖清德也是支持Face的 柯文哲是比较 油条 那讲来讲去 柯文哲对Face他也不敢表态 侯友仪是明确表态 他反对废除死刑 那你还支持黄国昌吗 好没关系来 我们最后给大家看那个 来来 那个 这再麻烦一下 就是 我刚跟各位解释过 柯文哲不是第一次民调第一 在2020的总统大选 柯文哲也曾经民调第一 在韩国瑜没有参选 韩国瑜没有表态 这个2019年的2月20号 苹果日报第一次把韩国瑜 放入总统大选民调之前 在2020大选 你没有听错 四年前 2020大选 本来民调第一名的都是柯文哲 可是他最后连参选都没参选 这样各位听众朋友有了解我意思 所以你有必要为了一次民调的高低 而心脏并发吗 我为什么痛骂周刘肃 因为他欠骂 屡劝不听 那我只好骂他 不然怎么办 那我女2018年的12月 2019年的1月 柯文哲民调第一 他为什么后来没有选 因为他的民调是被韩国瑜操车的 可是你看2018年的12月 在我们画面我的右手边 这个在台北市的北门邮局 蔡总统因为那时候他的这个 这个2018惨败 他的民调只剩15% 我差点连ending都忘了看了 5 6 3 好 谢谢 好 那时候蔡总统在替台的支持度只剩15% 蔡总统宝去找柯P 柯P是什么嘴脸 柯文哲非常的骄傲 我现在 蔡总统你这个 这个不用连任 对不对 赖清德都跳船 赖清德辞行政院长 赖清德不想再干 独派大佬登广告 叫蔡总统不要选 那是1月 2019年的1月 在2018年12月的北门邮局 柯文哲就是摆脸色给蔡总统看 柯文哲就是这种小人 你在看我画面左手边这个 这是2020的9月 蔡英文已经已破历史的 817万票 有史以来最高票 马英九是765 蔡英文是817 817万票 最高票连任的时候 你看柯文哲是什么嘴脸 2018的12月是什么嘴脸 2020的9月是什么嘴脸 这个就是柯文哲 互文兄 虽然你这样讲 可是50几%的年轻人都 年轻人支持他我无所谓 柯文哲当选我也无所谓 我去年说 民众党不会有人当选县市长 我CAMO一千块鸡牌 一千片鸡牌 后来在高宏安当选之前 我就说这话我收回 我捐了十万块给韩国瑜的基金会 我也没有请鸡牌 但是我捐了十万块给韩国瑜的基金会 表示我一片心意 鸡牌吃多的也不好 但是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 我不要再住在台湾了 我要到别的地方走一走 这已经不是捐十万块能够解决的 我也不打算再捐十万块了 我就把东西收一收 如果明年柯文哲真的当选总统 那个阿智你就换主持人好了 换别人来主持人 没有我讲真的阿 说这种人能当选 这种人如果最后真的能够获得多数选票的支持 他当选总统 那也是大家的选择阿 在民调之前我是批评民调 但是在选票之前我是非常谦卑的 假设最后大家的选择是要让柯文哲当总统 我只能祝福大家 我不要在这边缴获了啦 好不好 如果他真的能够当选总统 没关系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谢谢大家 明天见拜拜 就爱点你 U.F.O